- 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我是包伯,我是維恩,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第一次來東京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 本片是獻給第一次來東京的朋友 我們介紹的區域都具有代表性,而且區域夠廣大,而且還有獨樣性喔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深度旅遊的話,歡迎參考我們頻道的其他影片喔 首先要介紹錢草寺 錢草寺是東京都內歷史最優秀的寺廟 每年的參拜人次約為3-4千萬 入口處的雷門是必拍照的景點,另外通往本堂參道的重建室,香見街也是必逛的喔 通過重建室通,就來到寶藏門還有左邊的五重塔 最內側的就是香火鼎盛的本堂 周到區域有販賣不少日系的土產,以及非常多日本傳統料理店喔 像是天洞蕎麥店偉章屋 以及天洞的專門店馬薩路 附近的雨田川還可以看到絕佳的風景 而且還有晴空塔喔 如果在東京要找一個區域購物的話,那一定就是新宿車站了 這邊一出來就是女星的購物天堂 光是露米內就有三家喔 除此之外還有Milodo跟New Woman 新宿這邊大概有20家左右的百貨公司 而且這邊的百貨公司啊 占地都很廣,所以品牌數非常的齊全 絕對讓你逛到腿軟 新宿車站啊,有很多空橋 將百貨公司連接在一起耶 這樣你在逛街的時候呢 就不用一直過馬路了喔 非常的方便 新宿三丁木這裡就有伊斯丹還有馬克益 機口呢有金王百貨跟小田級百貨 光是這邊就有12家不同的油都巴西電汽航耶 新宿除了我們剛剛所介紹的百貨公司還有電汽航之外呢 還有很多藥裝店以及獨棟的小店 是一個一戰式的購物區域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東京迪士尼樂園 東京迪士尼樂園是美國本土之外的第一間迪士尼樂園 同時也曾經是世界上遊客人數最多的主題樂園喔 喜歡迪士尼動畫以及人物的朋友們 光是來玩這邊遊樂設施以及購買各式人物的紀念品 就已經夠值為票價囉 現在要推薦的景點是明治神宮 這邊是供奉明治天皇以及皇太后的地方 同時也是年間參訪人數最多的神社 除了參訪神宮之外 也別忘了在佔地70萬平方公尺的綠地走走 這邊坐落於元素跟表餐道旁 所以可以上逛明治神宮 下午再到元素跟表餐道購物喔 海廠是東京都內以及風景以及購物餘生的區域喔 不但有數個附地廣大的購物中心 比方說Diver City或是Vena Sport 另外像是台廠的彩虹橋 好 摩天輪以及無敵夕陽的海景更是值得一看 也別忘了來看鋼彈 還有吃全世界最好吃的早餐Bills 很適合安排營友的區域喔 接下來要介紹的區域是銀座 銀座區域的發展歷史悠久 也聚集了很多道地的美食 像是迴轉壽司根池花麻爐 或是烏連烏燒肉以及割蓬 如何吃得很好 jug 另外還有這種地方 另外在假日的時候 還會有步行者天國 是逛街買精品的好地方喔 rule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上野 上野最知名的就是阿美横丁 还有秘籍的药妆店 还有各式各样的干货跟零食 像是二木果子还有多庆屋 上野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标注身后方的景城上野站 是联络成天机场 以及东京市区的非常重要的铁道 上野这边也有几个不错的博物馆 标注身后方的东京国立博物馆 这边是国立西洋美术团 不用入馆在室外就可以看到一些美术作品了 另外春天的时候上野跟次公演是场阴的好景点 宅文化圣地秋夜园 东京最有人知的特色就是它的宅文化 在秋夜园可以体验到所有道地的特色 包含女服咖啡厅 我恋爱了 动漫产品 各种扭蛋 以及各式各样的电器产品 专卖店 Bikukamera和Yodabashi 小巷子里面也有CP值很高的便宜电器哦 东京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之一就是东京铁塔 不管是白天 夜晚 在树中间 在大雪中 东京铁塔都有它独特的代表性 东桥私房积电是从织工园一路走到真上寺 可以排出绝美的景色 登上东京铁塔的展望台之后,就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风景哦 来东京大人不能错过这个城市的夜晚啊 要看夜景的话,东桥最推荐六本木之丘的室外展望台 我们现在在五十二楼六本木之丘展望台啦 这边就是东桥最推荐的六本木的室外展望台 它的特色就是因为没有玻璃的反光 所以可以看到最美丽的东京原汁原味的夜景 除此之外,六本木中城迪迪周遭 在冬天的时候都有很漂亮的灯饰哦 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第一次来东京原必去的十个地方 我是猫猫 我是文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